输出公式,然后清除 再来是月考输出结果 我如果要什么 只是在VBA里面做完 就是我要的公式 再输出过来 那这个,这边的写法 比较接近前面的这个公式 就是这种写法 就把这个写法 把它怎么样呢 把它转移到 这个按钮里面 那当然哦,特别注意哦 这里面的话 会牵涉到几个问题 就是说,一定也会跑回圈 For I 等于 13 到最下面列 然后这个数字会越来增加 所以你会发现哦 这个数字 其实就跟这个数字很有关联系 因为如果说你的储存格 位置会变动的话 通常我会用 这个地方 会变动的话会用Sales 为什么因为Sales会 可以跟着 因为Sales里面放的是一个数字 那你可以配合 那个回圈里面的I 可以一直往下 但是如果说将来呢 这个位置是固定的 像这边有加一个钱的符号 那我这边会用Range 比如说一直都Range的 什么D11就可以了 这个是E11 F11 所以写的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也是一样 所以前面插入一个程序 名称叫月考 插入一个程序 然后呢 这中间的东西都一样 所以我把这些 先把它删掉好了 这边先删掉 好 那一样的方法就是说 For I 等于13 到最下面 NAS 然后输出什么东西 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那我刚刚提过 我可以用刚刚那个公式 然后做输出 那公式的话呢 基本上可以参考这一个 那我们这样看 这样看 你可以参考它来这边打 OK 那所以以后如果这个会变动 我就打Sales 然后哪一列呢 因为这个13点要变14 15 16 所以用I 逗点 哪一栏呢 D栏 OK 那因为Sales 它是先列 再来 所以这两个要颠倒 乘上什么呢 后面这个是有前的符号 比方说固定 那我用Ranch Ranch 然后拿一个储存格 就告诉他说 在那个D11 这个位置 因为底下 反正回旋一直跑 反正我永远都是D11 我都不动了 然后呢 再加上什么呢 再加 后面 后面东西其实好像跟前面这一串很像 所以复制贴 所以按Ctrl键 按Ctrl键 把它拖拉过来这样比较快 然后这边把它改成E 这边改成E 然后再加上 后面的话一样 把这个再复制贴 OK 然后这边把它改成F 先把它改F 好 程式写完了 应该可以看懂那个逻辑 这个写法是 它是计算完之后 再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看到的结果 它就会是长这样 那一样啦 当然输出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格式化呢 那你还是要 就是跟前面一样 你变成说下面一行 一定要再加一个格式化 所以刚刚有格式化 也许你可以拿这一行 直接补到这里就好了 也是这样 这个是格式化啦 所以这个我们一样的做法 我就不赘述了 但是会有一个地方 可能会是问题 什么问题呢 后面这个公式 好像有点太右边了 OK 有没有 便要怎么 拉过来 才能看到 右边的程式 那以前你可能想说 是不是说我可以直接 按个enter 把它换行 不就好了 对 可是问题 这边之后 你不能随便换行 如果你要换行的话 记得 要做一些事 这个我没有讲过 有没有 你如果要换行的话 一定要在运算符号 加减乘除 或者end 前面是end符号 的后面 所以你可以在这个程号的后面的空 空白的后面 加一个底线 再enter 然后也许我加一个tab好了 往前 这样会比较好辨识 这样移开 它就不会出错 这个我想可能要特别的注意 如果说你程式比较冗长的话 那可以用这种方式 来做那个程式的撰写 那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是直接输出结果 然后把它输出 这样子 那最大的不一样是 里面看到的会资料少很多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直接输出 等于你是直接计算完 再输出 跟刚刚最大的不一样 是刚刚是直接丢公式 那哪一个比较简单呢 那好像直接丢公式会 相对 如果你本来已经写好的话 那你就直接丢公式 感觉好像会比较简单一些些吧 我觉得是看学习的 譬如说你的资料是会变动性的 那你如果丢公式的话 它一变动它就会跟着走 可是如果你资料是不变的话 就丢子就走 对啊 所以这个当然没有说绝对的 不过我们在练习的时候 尽量每个都练习到 以后的话你们也比较知道说 什么情况下 用哪一种方法 不过后来我发现 大家最接受度比较高 好像还是丢公式 因为比较简单 真的跑不动 但是真的遇到跑不动 对会跑越 越跑越慢 会有这种问题发生 所以当然 如果 但丢公式可以 暂时可以看到一键完成 可是 我刚刚讲过了 最佳话可能就是它的下一步 因为如果你用直接丢公式 当然它会越跑越慢 不过我后来发现 大部分会越跑越慢 就是你可能跨很多工作标 或者是你资料非常大 才会有感觉比较慢 不然其实 因为现在电脑真的太快了 感觉不太出来 因为我们的公式跑不止一个栏 就是每个栏都有公式 然后Data Base也有两三千 那就会有感觉了 那那个你就要想到最佳话的问题 所以最佳话当然 尽量就是用那个Range 用范围取代那个Sales 对那其他的话就是说尽量 可以用VBA去写背后的程式 那就不要丢公式 除非真的不得已 像Dedif这种 实在是想不到什么更好的 那个取代它的一个函数的话 那就直接用丢公式 暂时性的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可以试一下 这个刚刚部分主要就是两种不同的输出结果 当然也一样可以达到一键完成的目的 不过一般外行的人看不出来 说真的啦 结果老板看 对你都有啦 对他也不会说 你这个是丢公式的 还是用VBA直接输出结果 除非他本身就是真的已经了解程式的人 对他本身就是丢公式的